到百貨公司逛街吃美食 吹冷氣打發時間不稀奇 如今竟然連房子也能在百貨公司買 就沒聽過了吧 百貨公司一般都是美食 化妝品 還是一些電器店 很少會有房賣房的 第一次看到說在百貨公司 有這個建設公司進出 是滿特別的一件事情 沒看錯 沒聽錯 真的是房仲在賣房子 原來因為全台房市買氣差 加上台南的登革熱疫情雪上加霜 房仲為了求生存只好出奇招 選在人潮聚集的百貨公司 設點賣房 比起傳統店面 光是萊克數就成長五成 當然也拉抬成交量 業績成長三到四成 週年慶活動各家都開始在開跑 所以才想說來跟百貨業 做一個結合 房仲業者不惜成本 轉戰百貨公司設點 果然成功拉抬買氣 而同樣看上百貨公司 人潮多當賣點的 還有這個 彩券行貴位 不但逛街逛到一半 突然想試試手氣就能買 等看電影前的時間 也能買上一張 比起一般店面 業績少說多個兩成 等電影的時候 就會順便來玩一下 刮刮樂 方便就進來就買了 就順便逛街 正值百貨公司 中年慶期間 人潮買氣也跟著漲 連房仲業 彩券業 也到百貨公司來搶市 如此另類的異業結盟 無非是希望主動出擊 把百貨公司的客人拉過來 活出一條順路 接著劉宜清 陳國民 張欣宜 SNG小組 台南高雄 綜合報導